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愛樂鴨 那為什麼今天把愛樂鴨挖出來呢 因為我那天看網友 然後詢問說 學長要不要來做一期愛樂鴨 我就很震驚啊 奇怪 愛樂鴨我應該已經說到不要說了 怎麼還有網友說想要看學長做 那沒想到回去翻了一下我的YouTube影片 竟然我只做過一期冰咖啡愛樂鴨 真的沒做過熱咖啡愛樂鴨的做法 OK 所以我們今天為了一些剛玩愛樂鴨的朋友們 我們就來做一下學長的愛樂鴨的做法 好 那我們先來科普一下關於愛樂鴨 那愛樂鴨其實就長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大針筒一樣的器材對不對 然後它下面有一個過濾網 然後這個是我們把咖啡粉跟水 放在這個桶身裡面 然後等到我們就會萃取完畢以後 再用這個 把它壓出來 就完成了萃取了 OK 所以其實它是非常方便 而且非常便利的 但是因為它很方便很便利 所以它有很多的變數 很多的玩法 所以很多網友可能會覺得說 我不知道怎麼樣做比較好 OK 所以學長今天就以我的角度來跟大家 來介紹我的沖法 那一般來說呢 愛樂鴨的沖法 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個是正製法 一個是倒製法 什麼叫正製法呢 就是 OK 這個是濾網的部分 我先把咖啡粉放在濾網朝下 然後呢 直接粉下去後直接給水 然後這個時候你可以用攪拌 攪拌法 用攪拌棒攪 或者是你用給水煮的方式 等等的方式讓它萃取均勻以後呢 然後再要這個往下壓 這我們就稱之為正製法 那正製法呢 一般來說呢 會比較 大家比較不喜歡的部分在於是說 它在邊沖的時候呢 下面就有一點點的水會先露出來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樣會不會影響我的萃取 所以就引發出另外一種做法 其實另外一種做法呢 現在也很主流 只是說比較 跟官方當初所設想的是不一樣的 叫做就是倒製法 也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那倒製法呢 就相反的是 我們先把這個 當作底座 然後呢 濾網的部分呢 我們先放邊邊 然後呢 把桶生放進去 然後用相反的概念呢 把粉放進去 把水放進去以後呢 然後你要攪拌也可以 然後你要給水注水也可以 總而言之呢 把它的部件顛倒過來 那等到呢 你覺得裡面的萃取完畢以後呢 再把我的濾網蓋上去 然後呢 把你的這個 承接壺 這樣子 翻過來以後 然後再壓 這就是我們稱之為倒製法 那這兩種方法其實都可以 對 那它的風味上面會有一點點差異性 一般來說 現在可能很多比賽 或是說很多人都會選擇倒製法 OK 因為它的 比較不會有漏水的問題 那感官上面會覺得 好像比較舒服一點 OK 那兩個都可以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以倒製法來做示範 那另外一部分呢 還有一個小差異的部分 就是關於它的 耗彩的部分 那一般愛樂亞它有附濾脂 OK 那也可以額外購買這種金屬濾片 金屬濾片有分比較粗的孔隙 跟這種極細的孔隙 那極細的孔隙的好處就是 它的比較不會有細粉 喝起來的時候呢 幾乎是沒有什麼細粉的 那如果是粗一點的孔隙 就普通的金屬濾網的話 就會一點點細粉 所以我學長是比較喜歡用極細的啦 對 口感比較乾淨 但是呢 無論你是用極細 或者是用這種細的金屬濾網的 它的口感上面都會比較濁一點點 因為它不是紙 它沒有把油脂去掉 所以喝起來呢 會覺得感覺起來跟濾脂過濾過的呢 感覺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呢 因為愛樂壓有一個壓的動作嘛 它可以增加一些香氣的萃取啊 一些萃取濾的部分 所以我蠻喜歡用金屬濾網 可以表現它的油脂感 但是我今天示範的這個手法呢 其實無論是金屬濾網 或者是用濾脂 都是可以的 OK 好 那我們今天 基礎的部分 我們就講解完了吼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沖煮了 那我們就先從咖啡粉的部分先準備吼 一般來說 學長的手沖跟愛樂壓呢 愛樂壓我用的粉呢 會再細一點點吼 因為手沖跟愛樂壓比較起來 愛樂壓它還是比較靜置在我的空間裡面的吼 所以它的萃取率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一般來說呢 我的研磨度必須調整比較細一點點 才可以跟手沖濃度差不多 OK 所以我今天使用的是 Failor Old的磨豆機 我平常 手沖大概是4.1 4.2左右吼 那我 做愛樂壓的時候 我大概用3左右吼 就是蠻細的 細一點點吼 一般來說 如果是小飛馬的話 可能是在4左右 20克的豆子 然後磨比較細一點點吼 然後水溫的部分 我用95度 一樣是因為翠蛙的關係 那我們的粉也準備好了 然後呢剛開始就把底座放下去 有磅秤的話呢 有磅秤是最好啦吼 沒有磅秤的話呢 其實把水給到滿 它的水粉比幾乎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手法如果你是在沒有磅秤的戶外的話 基本上也是OK的吼 也是OK的 好 那我們底座放進去的時候呢 就稍微只要塞住就好 不要到太高的位置吼 不然的話待會兒的水會太不夠放 就一點點就可以 可以看到吼 只要塞住 確認說 它不會有漏水的問題就可以了 一點點 把這個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把它搬正一點 然後不要忘記喔 你的 如果是濾紙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先把它浸濕 如果你是用金屬濾網的話呢 就準備好放旁邊就可以了 好 這個放著 然後承接壺也記得 一定要先準備好 OK 好 那我們就準備要開始了 好 拍粉 把粉放下去 那我的這個愛樂壓的手法呢 其實有一點跟手沖 借鏡的意味 它用一些手沖的手法呢 去補了一下愛樂壓的一些 萃取率的問題 所以呢 喝起來的細膩度 我覺得蠻好的 有點像 浸泡法呢 往手沖這種濾泡的方式 取筋的一種概念 所以它的細膩度是蠻好的 OK 好 那我們待會兒呢 也是分兩段 其實蠻簡單 第一段呢 我們就像手沖一樣做悶蒸 然後一樣給40cc的水 然後一樣等30秒 然後第二段呢 我們就一樣 正常繞圈圈 順順繞就好 然後水盡量不要太大 OK 為什麼呢 因為我慢慢讓我咖啡粉吃水這個過程 利用我的水柱 讓我的咖啡粉呢 有一點點翻角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萃取率可以拉得更高 所以你的細膩度就從這幾個 這兩個動作做出來 OK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水溫95度 好 那我們悶蒸的時候呢 注意 內外圈給水一樣多 因為平常學長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悶蒸是不是都要正中間水比較多 但是因為是愛樂壓 它的內外的粉的粉床的厚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不用中間給太多 就內外圈一樣多就好 好 好就順順的 給到外圈 再給回來 好 40cc 好 沒關係 那也不用太care了啦 如果你發覺說 我的吃水中好像沒有很正常 你可以移動一下你的愛樂壓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是處在一個那個 封閉的狀態 它不像濾杯嗎 你這樣搖動它 其實可能你的水會跑來跑去 但是呢 愛樂壓的情況之下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畢竟 它是一個封閉的不會漏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發覺說 這個口徑太小 我給水的時候不好給 有些地方沒有吃到水 稍微這樣移動一下也是可以的 OK 好 那我們一樣等30秒 好 第二段開始 我們就小小水 給到呢 極限值為止 大概就是這個 跟這邊拉平 那大概是270 就是我原本40嘛 然後再加上230 好 開始了 正中間給下去以後呢 小水慢慢繞 好 繞到外圈再繞回來 就這樣順順的 然後內外圈循環繞就好了 然後呢 不用太緊張 但是呢 水不要太大就好了 也不用做到很極限小啦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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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必要 你還是要點水力的 可以看到後我在給水棍之中 我的咖啡粉是不是有很多的油脂 都浮在我的 粉層的最上圍 代表說它的萃取狀態呢 是已經 不錯的 好 好 然後不要緊張 一路給到底 好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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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給到底 好可以 266 好 我一般可以給到270左右 差3克 就跟你那個 剛開始的時候 你壓的位置呢 會 有沒有 會不會太深 有差一點點 但是差不多啦 260 270都可以 到滿滿滿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蓋子蓋起來 好 好 把蓋子蓋起來 然後到2分鐘的時候 嗯 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你的 承接壺 蓋上去 翻下來 記住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你千萬不要在你的棒秤上面壓 因為如果你在棒秤上面壓的話呢 很容易把你的 棒秤壓壞掉 那我們大約呢 這個 過程大概是 40秒左右 就是你開始壓大概是2分鐘 2分5秒 大概有壓完 大概2分45 左右 2分50 大概40秒左右 我覺得是滿好的 然後你也不用太快的壓 就這樣順順的壓 因為你太快壓呢 也比較容易 有出酸質 我們就順順壓就可以了 好 然後壓到 聽到 空氣聲 就不要壓了 好 空氣聲出來了 對不對 那你聽個急壓聲 然後就不要再壓了 然後稍微讓它放個5秒 10秒 因為它有一點點的殘水 讓它滴完 但是不要再壓囉 你聽到空氣聲代表說我已經壓到粉塵了 這時候再壓的話容易出苦澀味 可以 整體大概就是3分鐘以內就完成了 你看到剩下一點點水嘛對不對 然後把它滴完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呢 那我可以看到我的CC數大概是250CC 會比你平常手沖的時候呢 得到的液體還來得多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最後有壓的動作嘛 會把你咖啡粉裡面的 剩下的水 大部分都會擠出來 所以你 雖然我們感覺起來我們的 給的水 我剛才是266嘛對不對 但是我實際上收到的水大概 萃取出來的水大概是250左右 跟我平常用300CC的水呢 也是收到260左右的水粉筆呢 其實是很接近的 我們來喝一下 香氣的是很足的 如果你平常覺得做愛拉雅的時候 自己的愛拉雅做起來比較太粗獷 有時候就是因為你可能給水給的 過分快了 讓你的 你的粉塵吃水呢 有一點 蓄亂 因為我們剛剛為什麼要用比較細膩的動作去 去給水呢 其實他也是希望說我們能夠 讓愛拉雅 讓開粉在愛拉雅的桶生裡面呢 能夠比較均勻的 吃到足量的水 所以我們用比較細膩的動作 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確實在萃取的狀況之上 也是不錯的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套路啦 另外一個思路就是我用攪拌法的 其實攪拌法的思路就會跟這種 用手沖浮的思路會差蠻多 因為攪拌法呢 他就是把粉塵直接攪散 所以他確實他的邏輯上面呢 就會 跟這種細膩的口感上面會不太一樣 那兩種我都覺得是好方法 那 如果各位可以選擇你比較喜歡 喜歡方便的方式 那 如果各位想要看 有攪拌法的思路的愛拉雅的話 也可以留言 那學長也可以來做一篇 就是用攪拌法來做愛拉雅的 好 那今天那個關於用這個手沖壺 做比較細膩口味的愛拉雅的 學長的配方呢 那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對愛拉雅的沖煮 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學長會再回答各位囉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大家 拍 感谢观看